针对网上谣言 指控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 在佳颖监狱服刑期间 获得VIP特别待遇 纳吉的代表律师否认到底 是的 纳吉的首席辩护律师 丹斯里沙菲亦 今天跑红这些说法是一派胡言 除了病中的饮食禁忌 纳吉在医院的待遇 跟一般的囚犯大同小异 根本没有所谓的特别待遇 监狱局上个星期反驳前首相纳吉 在服刑期间获得代号白哥的特别待遇后 纳吉的首席辩护律师沙菲亦 今天到吉隆坡高庭 出席一马公司案审讯后 否认外界会声会影的传闻 并反呛什么是白哥 全都是胡说八道 沙菲亦强调 纳吉入住的不过是一般囚犯的标准病房 当局还告诫 不能一再宽容他随时探访纳吉 因此沙菲亦坦言 他不明白有关特权或特别待遇的指控 从何而来 他推测 或许是因为纳吉在饮食方面要求借辣少油 才被人借体发挥 炒作夸大 沙菲亦坦言 纳吉确实因为膝盖和背部的旧患复发 才需要转送交赖康复医院进行复健治疗 况且在吉隆坡医院接受的相关疗程并没有见效 另一方面 吉隆坡高庭今天听审政府充公纳吉和夫人罗斯玛财产一案 控方副检察司哈里斯在陈词时 就表明纳吉夫妇所讨的8000万令吉充公财务 包括2435件首饰 29个名牌手带和7只手表 全都是关键证物 足以证明纳吉跟在逃富豪刘特佐还有陈金龙 有照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哈里斯指出 有关财务只是2018年警方突击纳吉在首都的豪华公寓时 所起获的一小部分 但却是纳吉三人透过各种代理公司 转移义马公司资金的铁证 因此相关行为已经抵触反洗黑钱法令 还有刑事失信和收受赃物的犯罪条文 不过纳吉的另一名辩护律师塔尼亚反驳说 纳吉所讨的7只查理德尔米尔名表 都是来自第三方赠送 没有确凿证据显示 这些手表是纳吉诺用义马公司资金所购买 所以辩方有权索取这批财产 并且要求法庭撤回政府的充公令 高庭法官纳独莫哈默·加米尔过后责定 将在11月14号的庭选中 裁定是否归还纳吉夫妇的财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